好 來 我們來看第四章的C題 那第四章題 來 我們看第一題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說假設今天的這個例子 它例子的位子 它的 例子位子隨時間的函數可以寫成r 所以這r是儲比乘向量 對不對 3t 平方-2t 括號i 就是x方向的 減掉t三方j 那單位是m 那它假如第一個 兩秒鐘粒子的時候的速度是多少 以及四秒鐘的時候的加速度是多少 以及t等於1到3秒之間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那其實這個跟我們上一章的例子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我只是把分成x跟y而已 好 所以我們先把公式寫起來 我們的r等於什麼呢 3t 平方-2t 那這個是i方向 加上呢 抱歉是減 減t三方 然後呢 z方向 對不對 那整個的單位是m 對不對 好 A小題他問 A小題他問 我t等於2秒的時候 它的v等於多少 對不對 好 所以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要算速度b 等於什麼呢 the r幾t 對不對 所以把它為分就變成什麼 6-2 6t 抱歉 6t-2i 那減掉3t平方j 它單位是m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代替t等於2 所以t等於2 v t等於2的時候 2就好了 會等於多少 2 6 12 12-2就是什麼 10i 對不對 減掉2再進去2的4 4 3 12 減掉12j 那不要忘記單位 單位是錯的 m3s 單位是什麼 m4s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的速度 速度 好 那b小題 4秒鐘時候有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 是不是要再把速度為分 對不對 所以加速度 a等於 d b d t 好 所以速度是這樣子 對不對 再把它對於t為分 就變成6i 減掉6tj 好吧 那我們現在在4秒的時候 會等於多少呢 6i 減掉24j 那會是什麼 m s平方 所以這是b小題 好 這有沒有問題 再來c小題 c小題 他說我們要求t等於1到3 的時候 t等於1到3秒的時候 我的平均的加速度 等於多少 好 所以平均加速度的概念是什麼 平均加速度 是不是 b2-b1分之 t2-t1 對不對 所以 3秒時候的速度 減掉1秒時候的速度嘛 所以3秒時候的速度 3秒時候的速度 3秒時候的速度 8 18-2是16i 16i 減掉 3秒的時候 33就是9 9327 減掉27j 這是3秒時候的喔 減掉呢 1秒的時候對不對 1帶進去 是什麼 6-2是4i 4i 減掉 減掉什麼呢 1秒鐘帶進去 3j 好 那 時間呢 是3-1 對不對 所以答案會是多少呢 i要跟i算嘛 對不對 j要跟j算嘛 這樣子喔 i跟i i跟i 對不對 j 對不對 所以呢 16-4是12 這邊是2嘛 對不對 12除以2是多少 6i 負27加3 負27加3是多少 負24嘛 負24除以2是多少 剪掉12j 那 單位呢 mx0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會算嗎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再來喔 可以擦掉了嗎 可以喔 好 好 我們再來看喔 來 20題喔 他說有個球啊 Raw of 滾下什麼呢 滾下1米高的table 從1米高桌面上滾下來 然後他落地的時候呢 落到怎麼樣 1.6米遠的地方 所以畫一張圖 示意圖就是這樣 就是地面 這是一個桌子 那桌子的高度呢 叫做1米 這個桌子的高度叫1米 那他從球從這邊就滾滾滾滾滾滾滾 從這邊開始滾 然後就掉下來到這裡了 對不對 這個距離叫做1.6米 好 好 那他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的問題是說 來 A小題 他的初始速度 V0是多少 好 B小題他飛了多久 time of flight 飛了多久 好 那這樣怎麼算 這樣怎麼算 第一個 1米掉下來 他沿著這個垂直方向是自由落體嘛 對不對 自由落體 所以自由落體 落1秒 落1米要怎麼落 s等於s0加上v0t加上2分之1 at平方 那垂直方向的s0 是多少 垂直方向的s0 是1嘛 最後落下來是0嘛 對不對 v0是多少 垂直方向 是0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垂直方向的at 是 a是多少 負g嘛 所以是負4.9 負4.9 是0方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落了多少秒 1一向過去對不對 所以4.9分之1嘛 對不對 所以t大約等於0.45秒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那你既然知道他飛了0.45秒 其實這是b小提 等一下 這個是 等一下再小了 這是b小提的大概 所以你知道他飛了4.5秒 那 跌的水平方向是什麼 等速度嘛 對不對 所以1.6除以 就是距離對不對 距離除以他的時間 花了0.45秒 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速度嘛 v對不對 所以這樣除起來 3.5m bys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是a小提的答案 這是b小提的答案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好 擦掉囉 好 來49提 49提 好 他說要有一個船 一個ship 一個船 他sailing 航行 sailing位置 往西航行 用每小時5公里的速度 在航行 相對於地面 相對於地面 Rail to land 地面對不對 所以他說 有一艘船 以每小時5公里的速度 相對地面 往西邊航行 好 他說對於 對於這個船上的人來說 有一個氣球啊 一個氣球啊 他沿著水平方 他就開始飛走了對不對 因為氣球呢 他飛離水平面 以什麼呢 以每小時10公里的速度 然後向那個 這個 東向南 37度 飛出去 那他想要問的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氣球呢 他相對於地面 所受到的風速是怎麼樣 那我們先來解析這個問題啊 這是北 對不對 這是東 這是西 這是南 對吧 因為地做到這麼話嘛 對不對 東 西 北 南嘛 好 那現在船怎麼走呢 我們先來解析這個問題喔 船在這邊 我往這邊走 船速是多少 每小時5公里 對不對 好 船往這邊走 相對地面啦 這個都是相對地面的喔 好 那現在有個氣球 氣球呢 船上的人看到的是什麼情況 船上的人看到的是 他往這邊飛 東 天南幾度 37.37度 對 東 往南嘛 偏南嘛 往南偏嘛對不對 偏了多少度 37度 這樣子是飛 好 那為什麼氣球會這麼飛 如果我在船 你想想看 我在船上釋放氣球 氣球一開始就是跟我船在一起走 對不對 正常來說是這樣飄上去 就 我看到是只是飄上去 可是船上的人喔 看到還是往後飄喔 對不對 那往後飄 對不對 那往後飄 表示有風在吹嘛 對不對 好啦 那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他說的問題是 他看到他這樣飄 可是實際上他為了是在路上的觀察者喔 這一個東 偏南37度是船上的人看到的 不是路上的人看到的 對不對 這一個是船上的人看到的 好 那所以這個問題怎麼解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本來這個氣球在以船上的坐標來說 船上的坐標喔 船 船上對不對 船上 他以37度飛 那37度飛 這個就很清楚 37度飛 所以37度這個三角形要什麼 他每個邊長比例應該多少 345嘛對不對 比如說這是上 欸等一下 37度 這個角度法不對喔 本來應該這樣子喔 所以這是3 這是4 這是5嘛 對不對 本來是像這樣子 好 那現在呢 所以船 我這樣在開的時候 船我這樣在開的時候 那 欸 我都畫錯 好 沒有畫錯喔 好 345這樣子啦 這37度 對不對 那現在 所以呢 一到這樣的話 我船往這邊走的時候 我的船數是 船數是多少 船數 事實上的船數反而是5 對不對 船數是5嘛 對不對 所以一到這樣的話 那我的分量 那我的分量 是不是都可以把它算出來 相對於船上喔 所以我的分量是怎麼樣 每一個都4分之5 所以是4分之5 乘以3 對不對 這邊是4分之5 乘以5嘛 對不對 船上的 船上的 對不對 好 好 那現在問題是在什麼 相對於地面來說 相對於地面來說 等一下 速度寫的不是5啦 是10 好 抱歉 氣球的速度 這 這個寫錯了喔 氣球 剛剛我們 剛剛寫錯了喔 氣球的速度往這邊 它是10 這氣球的速度 往這邊剛剛寫錯了喔 氣球這邊是10 對 如果氣球這邊是10的話 那氣球圓的水平方向 以船上的來看 那就是6喔 那這邊就是8喔 對不對 OK 好 那現在呢 對於地面上的人來說 看到是怎麼樣的情況 因為氣球往這邊飄 氣球往這邊飄 那氣球真實 對於地面的速度是多少 應該是吧 往這邊是 往這邊是8 可是船往這邊是 對 氣球 氣球的水平分量是8 可是船往這邊是5 所以真實相對地面它只有多少 就是8-5 它真實相對地面的水平分量 對地喔 對地 水平分量 其實只有3km 和h 對不對 所以我們換成地面來說 那這個方向呢 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我真正對地面來說的話 我的速度應該是多少 好 這邊只有3 這邊是6 對不對 所以我真正的速度 對地面的速度看起來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真正的速度 v等於 根號的3平方加上6平方 等於6.71kmh 我這邊寫錯了 應該是小時啦 不是秒啦 沒有那麼快 每秒鐘6.7公里 哇 這個太恐怖了 音速了好幾倍 對不對 音速300嘛 對不對 20馬赫 對不對 音速20倍 寫錯了啦 這是h 好 速度是這樣子 那角度呢 角度呢 是不是ac tangent 6分之6 所以大概等於63.4度 你們沒有學過ac tangent對不對 好 什麼是ac tangent 我補充一下 我寫在這邊好了 我們知道比如說 比如說 以這個三數來說 tangent的4分之3 是多少 這個是寫的37度 對不對 345嘛 我畫一下 345 對不對 這37度嘛 對不對 你們應該學過嘛 tangent的3分之3 4分之3是37度嘛 對吧 這有學過嗎 對齁 對齁 好 那我就可以問一個問題喔 好 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假設我量到是37度的話 請問它的tangent是多少 我量那個角度叫37度 請問它那個tangent值是多少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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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ent值37度 是4分之3 那我今天量那個比例叫4分之3齁 今天我量那個比例叫4分之3齁 今天我量那個比例叫4分之3 請問一下是多少度 這就是actent值 這就是actent值的意義 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們本來量到37度嘛 是4分之3嘛 對不對 現在告訴你說我今天量到一個比值 我的0邊跟我的對邊的比值 叫做3分之4 我想要知道這個角度叫多少 那這個比值我們就可以用actent值來表示 那你就知道這個答案等於37度 這樣了解嗎 actent值是這個意思 它不是tangent分之1喔 它不是tangentc分之1 它不是這一個喔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是actent值 有時候會寫這樣子arc tangent 這樣可以嗎 它是tangent的反彈度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tangent actent tangent的什麼 37會等於4分之3 對不對 反彈度包含水 37寫錯了喔 你可以把兩個包在一起 解除它 要反彈度跟正彈度合在一起 就會解除底頭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所以我們第四章也都解完了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我們在這邊 換一個包裝 就是 感覺